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桑琪 把酒给我拿来 你不是要喝水吗 突然也不是很渴了 桑琪 我要吃花生 拿花生去 花生 花生 花生来了 饿了 走快去 走快 你 庄云 你怎么还不走啊 那个不着急 我要留在山上 什么 为什么 你给他们打下手 我就给你当小丝 你当我小丝 你得开什么玩笑呢 你还不如去陪你那些姑娘吗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有着试试的功夫 我看你还不如下山忙些正事 毕竟在这山上当个闲人 何必呢 四爷 我看你在这儿也挺闲的 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 桑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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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桑琪 老夫肚子快饿扁了 你在干嘛呢 赶紧坐吧去 坐吧去 二叔 哎 你谁啊 燕朗 晚辈卓文远 还要在您这儿叨绕几日 请您见谅 季末 这是我特意从西津 为您带来的图弥香 全当 表您几日的赔礼 好久 好久 行吧 反正这么多人了也不差你一个 但有言在先 老夫可不再收徒了 晚辈上山只为了照顾桑琪 桑琪 不是为了学我 看现在的状况 你这么劳心劳力的 只会把我二叔给惯坏了 让他更加频繁地使唤你 这么一来 你一时半会是学不到功夫的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破局的办法 有 这酒可还满意 四爷只点一二 我二叔他有两大爱好 一 美酒 五酒不欢 二 美食 你只要能够掌控他那张嘴 不管你说什么 他都会顺着你 四爷的意思是 二叔 这酒也有了 我给你备几道好菜吧 这还都懂事 快去快去 林彬 帮我拿东西 丧妻 我陪你 公子 贵妃交代我们的事情 无妨 不愧无事 你们二人跟着我干什么 我是你的小司 当然要帮你打下手 我怕你把厨房给点了 四爷就不必多虑了 我看你在门口待着就行了 走吧去 不然燕老生气了 快走 嗯 这菜倒是挺稀稀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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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